2022年,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, 破坏了以中国式现代化,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, 也明确了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, 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, 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 中国外交坚持胸怀天下, 勇于担当进取, 为人类和平与发展,崇高事业, 做出了新的贡献。 2023年是我们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, 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, 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政策。 中国外交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, 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, 站在人灵文明进步的一边, 同各国深化友谊, 加强合作, 共同为世界和平与繁荣,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。 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, 始终步于走和平发展道路, 中国的发展永远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。 我们倡导各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, 通过谈判消弭冲突, 通过协商化写争端, 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, 让和平的阳光照亮世界。 我们将深化、拓展、平等、开放、合作的伙伴关系, 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, 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, 后执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友谊, 推动国际社会营造团结大家庭, 畅想合作处旋律, 抛弃冷战旧思维, 反对排他小圈子, 集中志会中立, 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。 金湖瓷碎去, 玉兔仍春来, 在中华文化中, 兔是善良, 智慧升级的象征, 兔年是云与希望的年份, 我们愿同各位使节和代表一道, 在新的一年里, 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, 再上新台阶,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, 谱写新篇章。